中央社华盛顿7日综合外电报导美国政府两位官员与一位了解协商内情的人士今天透露,在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期限3月1日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太可能会面。 美中两国去年12月初同意贸易战暂时休兵90天,以力达成协议,而双方新一轮会谈下周将在中国进行。 路透社报道,白宫经济顾问科德洛拉里库德。今天告诉记者,川普和习近平稍后仍然可能会面。 他说,两位领导人将在某个时间点会面,川普总统一直这么说。 但目前看来这还要一段时间。 川普5日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他将于27、28日在越南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讨论非核化议题。 川普的越南之行正好是美中贸易协商大线前期,让外界难以研判川习会的时间。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梅努奇史蒂文。 武纳西上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中方团队在华府进行重要贸易谈判后,两人预计下周将绿团前往北京,展开第三轮谈判。 日前美中在华府进行第二轮谈判期间,川普表明一旦涉及中国贸易议题,他自己就是美国的首席谈。 判代表,还说在他跟习近平再度见面以敲定最终的细节之前,美中双方不会达成任何最终协议。 译者,林志平10800208。